大家刚欣赏了温富敦之梦 燃烧的道路都是夜风惹的祸 东Touch单链对角线 向日陪大家喜欢吗 喜欢 今天的MC话题是 这些年你都做过什么好事 那么就从傻夫夫开始吧 这些年我都做过什么好事 这些年我做过的好事 就是没有做过好事 没有 就是没有适美行凶吗 是什么 适美行凶 就是这样自己长得好看就干坏事 不好意思 适美行凶 这是什么新词会 第一次就是说太好看了把你吓死了 可是我还没死啊 说明 你怎么做直门啊 做过什么好事 无非就是扶老奶奶过马路 扶我张怀怡过马路 张怀怡过马路 我就想说这个 你没有扶过我过马路好吗 奶奶 好了好了你 我这些年做过的好事 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打死乔与科 然后没有因为他说他在我的洗发水里面放了退毛膏 就回去他的洗发水里面 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点没听清楚 他说他半夜前进我的房间 然后往我的洗发水里放了脱毛膏 哇那你头发还挺多的 对吧 所以你真的放了吗乔与科 没放我不敢我敢吗 我怎么看你像是敢的样子呢 我是敢但是 但是我不能做丧天害理的事 伤天害理 丧尽天害理 对 欺负我就是一件事 往左边一点 欺负我就是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知道吗 不怀姐你要相信 虽然你的头发现在不多 但是你要相信 总有一天会长多的 不是你往后要掉的头发还多着呢 太损了 那乔与科 那乔与科你呢 我想了想 还真没有 你看着我干嘛 你看起来就不是什么做好事的人 你看起来就不像的什么好事 长得就不像的好事 我没有参加高考 为那个 所以你是不是特羡慕我的高考成绩 不是我是想说 你是不是为你们学校的平均分做的贡献 我为那个 算了不说了 你想说什么 说呗 然后有一个事 你知道我那天 你们试的高考极个率吗 高考是什么概念 我都不知道 没事你还小了 有机会的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们跳完舞 然后我应该是电话前不够用了 反正我爸不看公演 就是我给我爸打电话 我想下了 你爸看公演 你接着说 我爸不看 哦我不看 好 接着说呀 要看的话他感情他没向人家给我考虑事 然后就是想要零花钱嘛 然后我说啥了来着 就是他给他爸打电话 然后他想给他爸要零花钱 但是他爸就是不给他 然后你怎么知道来着 你就跟我眨了个眼睛我就懂了 我先是跟一飞说 我跟我爸说 喂把人家都给人来了两千块钱零花钱 然后一飞说嗯 然后我就让一飞自己说 不不不不 然后这个时候蓝昊就过来了 然后蓝昊说可不嘛 我爸够了三千啊 而两千根本不够 没有 就是我这么说 我说我爸非要给我三千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自己挣钱 要三千不太好 我说爸你少给我点 我两千就行了 有钱 然后我爸第二天的歌 两千块钱 等会儿 你爸所以是为了蓝昊爸爸 争了一口气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攀理之心 人人都有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分我一点啊 我是大功臣啊 没有我就没有你的今天 不是我跟你讲 你这碰见的都是神助公女 回去就好好谢谢一飞和蓝昊 你要碰上我上学那会儿 我们把男生要给家里人打电话 要零有钱 我们都在旁边 王狗儿 机器坏了 王狗儿可泡面 坏呀你们 那然后呢 我呀 我还真做过一件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事 就是有一天 我们家烙馅饼你知道吗 我特别爱吃酒的馅饼 然后后来 然后后来我就在阳台上那边吃 然后后来我就听见楼下 有一对小情侣在吵架 然后我吵什么我就没听 然后我就听到最后 那女的刚才那男的说 要想我原谅你 除非天上掉馅饼 然后我就把筷子一丝 把馅饼扔下去了 然后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还让希望这对情侣能够 后来那对情侣被馅饼砸死了 好那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 总有一天 耶